小米20瓦無線車充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小米20瓦無線車充 這組無線車充呢 在大陸小米其實已經發售一陣子了 台灣小米在雙11那一天才上架發售 我請朋友幫我搶 好不容易才搶到一組 那我自己是搶不到 目前小米手機呢 也只有小米9有支援到20瓦的無線快充 那當然它也向下相容其他 有無線充電的手機 只是說它沒有辦法達到20瓦的快充 我們直接來開箱吧 所有的內容物就這些 繁體中文說明書 充電座的主體 連貼的底座 USB充電線 Type-C的 充電器 雙口的充電器 這充電座本身呢 外觀是這種霧面的磨砂處理 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感應器 這邊也有一個感應器 這應該就是手機放上去或手過去的時候 這個夾具呢會自動打開 那它的設計呢 本身這個是夾在那個 冷氣的出風口 這個還蠻緊的 還蠻緊的 應該可以夾得很緊 那如果你的冷氣出風口呢 沒辦法直接這樣夾 或者是太鬆的話 它有附一個這個 黏貼的底座 你可以黏貼在儀錶板的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再將這個充電器呢 把它夾起來 也可以連貼在擋風玻璃啊 像這樣子 還蠻緊的 像這樣子 連貼在擋風玻璃 這個夾具呢 上面還有指滑的橡膠 這樣的話手機比較不滑 而且它有一個 內角的斜度 那我們拿一支手機來夾看看 現在沒有插電喔 所以我是用手擋 那像這是小米 像這是小米6它沒有支持 無線充電 像它底座這邊 就有設計一個孔 沒有無線充電的手機呢 你也可以直接插有線的 來進行充電 像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設計其實是有很大的缺點 就是如果說 你今天手機有來電了 那你要接電話 你除了用擴音的方式之外 如果你要拿起來 那拿起來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線 可能就會 有纏繞的問題 有纏繞的問題 其實這樣還蠻危險的 變成說你還要先把 充電線 拿起來 再把手機 感應然後 拿起來 那其實它如果當初 這邊設計的一個缺口 手機這樣拿起來 直接跟線 就一起 拿起來了 所以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設計這樣子 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或者是 打從心裡呢 就不希望你在行車的時候 把手機拿起來 就是你要用擴音啊 免齒啊 這樣會比較安全 那我們來撕這個膜 哇 玻璃的 還蠻漂亮的 那我們直接來安裝這個 小米無線充電器 直接這樣子 夾著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充電器 那直接插這個紅色的 然後 插在車子的那個 裡面起 好 現在裝好了 那就會有一個藍色的 這個 黃圈啊 還蠻漂亮的 那你 手靠過去的話 它就會自動打開 那小米就直接給它 拋結 然後放上去 我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鎖緊 沒有弄好 所以 有點這樣鬆散 然後 側邊這邊的話 這邊這邊有感應器 你只要手一靠過去呢 它就會打開 個人覺得還蠻方便 如果你的手機是小米9的話 個人覺得更應該買一出來用看看 因為只有小米9呢 才能實現這組 小米無線車充的 20W無線快充 總結來說 這一款小米無線車充呢 不論是價格 外觀 還是實用性 個人都還蠻推薦的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